大家早安 今天15度又下雨 真的是让人不太爽快的一个早晨 然后呢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 就是我们的红绿集的基础课程讲解 那今天要讲的东西是寸进的讲解 以及这一个1到9度角的说明 那在我们节圈道的这个练习上面啊 包括我们在整个学习初级的节圈道来讲 这个寸进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技术 那以往呢我们已经探讨很多关于寸进的内容 今天不再多数 那简单的讲就是寸进是存在的 打不打得出来是看技术的 这就是寸进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 那我们在寸进呢 在学习之前我们要知道寸进是什么 以及寸进呢它怎么做出来的 以及寸进它分成什么种类跟类型 那大家就其实其实大家把寸进想象成 就是很简单的一种发进技巧啦 它也不是什么神技 它也不是什么哇 其实你要说它是不是内功 这个我真的很难跟大家讲 因为其实我们在学任何技术啊 有个很大的重点就是由外而内 何谓由外而内 由外而内的一个概念就是 当你在练身体技术的时候 它是属于外门功夫 当你开始朝这个慢慢这个外门越练越深深厚的时候 它自然会往内走 那你可以用很玄的方法去说 诶好 雁云 对雁云 应该是雁云 雁记得了 最后一个字 应该是雁云 雁云找 我们由外而内的这种练习 其实就是一种 所谓的先外练在内观 那外练在内观的概念 其实还蛮简单的 其实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踪迹啦 就比如说当你现在学习一个技术啊 一个动作 一个技巧的时候 你会越来越熟悉 然后进而的你会开始越来越轻松 然后你会开始呢 越来越能够去支配这个动作 那这个的感觉其实就是由外而内 你从动作的了解 然后熟悉 进而到呢 你能完全去支配这个动作 那自然而然的 他就会能够熟悉这个动作的一个精髓 那寸镜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当我们今天在练习寸镜之前呢 你得先知道这个寸镜是什么 好 寸镜其实呢 如果简单的说明就是 它其实是一个重量 是一个质量 它利用这个所谓的动能产生 把你身上的这个质量 去进行所谓的传递 这是寸镜的科学式的说法 说很好说啦 那再来 我们其实平常呢 用力量也是在做类似的事情 可是力量的用法跟寸镜的用法 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在于 当我们今天在使用力量的时候 它比较像是所谓的 肌戒关节式的一种运作方式 就例如我们今天利用腰 利用背 利用肩膀 利用手肘 然后晃 然后轰了一拳出去 好 它比较偏向是你每一块肌肉 去拉扯每一块关节 进而的去产生作用力 那这个是一个力量的使用方式 那我们寸镜呢 是怎么做呢 我们寸镜的原理比较不一样 但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像是锤链 或者是 我们常常看拿来拆房子的那种大铁球 它比较像是呢 你用一条链子去挂着一个重物 然后进而的去撞击目标 用它本身的重量加上加速度 去产生所谓的破坏力 所以在力的使用本质上是不同的 那力量怎么样越来越大 力量越来越大的方式就是 当你去牵扯这个肌肉 然后产生的速度越来越快 那包含你本身的肌力够强的时候 因为力量他们也有一个高级的用法 就是打到目标的时候再按一下 然后把这个劲道给打进去 那当然内刹那又会跟你的肌肉的力量 是有关联的 好 那寸镜的这个重量要怎么样去提升呢 很简单 就是你要把前面那一颗牵球 让它质量变得更大 也是让它拥有更多的重量 这个就是尴尬跟微妙的一个地方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你要让那一条链子 也就是一条链子去撑住这颗垂球的链子 这个链子要更松更软 然后不去影响到它整个摆荡跟撞击 还有传送的原理 这个就是增加寸镜的两种方向 那欲伟哦 早安哦 那我们在提高力量 怎么提高 这个我们就不去讨论了 那我们怎么去提高寸镜呢 那第一个寸镜它在使用重量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到牵球原理 可是牵球原理毕竟它只是一个想象 只是一个轮廓 你没有办法很像使用肌肉那般的很直觉的 去使用到这个技巧 所以这一条链子是一个关键 所以你会发现它力量原理的走向是不同的 它最大的关键点就是在 你怎么去传导这一股力量 你怎么样去增加那一颗牵球的质量 那欲伟我等一下会经过你店门口 其实我几乎天天都经过你店门口 我现在才想起来 那我们今天你要放得更松 也就是这条链子 你放得更松 你才能把链子另外一端的重量 一只往一只往牵球的头去输送 来增加你打出来的劲道 好 这个就是基本的逻辑 因为我今天毕竟是讲课 而且我都讲重点 所以我们就不要太森论 那接下来是什么 接下来就是寸镜呢 它分成三种形 四种镜 三形四镜 那哪三种形呢 就是木形 水形 火形 那形代表什么 形代表是它的形态 它的感受 它的样子 跟它的使用方式 那四种镜 就是哪四种镜 镜就是弹 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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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是弹跳的弹 镇呢 是地镇的镇 镇呢 是伤害的镇 镇呢 是镇死的镇 镇人的镇 哎呀 玉维 我看到他老婆了 好 好 那 弹镇 镇 underscore 以及 这一个 木水火 杀 镇 镇 镇 那我在那边 跟大家分享 在寸镜来讲 我们 刚开始在学 寸镜的时候 学的是 木形 里面的 镇镜 那 这个称之为 截圈道的 最最入门 基础 简单的 寸镜 呃 技巧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所有的人 都是练习这个动作 那三种型 个别是哪种感受 我只能讲感受跟使用法 我们今天在使用 木形镇静这个技巧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这个技术概念是 放松 速度 停住 我大概想要有个表格 放松 速度 停住 彼此都是双向箭头 那这个代表什么 当你必须先放松 你才能产生速度 那速度出来了之后呢 你会打到目标 你目标的重量 如果大过于你的体重 你会被目标停住 这是停止 第二个 当你打到极限距离的时候 你会停住 这也是停止 那停止之后 你就会放松 这个基本的原理 所以当我们今天在做 这个放松 速度 停住的时候 它是一个三者循环搭配的技术 你也是先速度嘛 然后再到达放松嘛 然后停住嘛 然后你也是从停住嘛 产生速度 停住嘛 然后到达这个放松嘛 这个其实彼此之间是有其原理跟关联的 大家要非常非常的熟悉 这个基本的逻辑 你才能在自我练习的时候 进而的去练习正确的动作 而不是一支重复错误的动作 我就像昨天有学生考试 考这个蓝绿级通过了 恭喜这位学生 在以往来讲 它就是那种三天打鱼 两天打鱼三天赛网行 而且它的体能一直以来都是它的灶门 因为它很讨厌运动 可是它很爱练武术 那很讨厌运动 很爱练武术 你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遗症 这个后遗症就是 你在上课的时候 上没两下 你就没力了 这个是一个它的后遗症 好 那木形 你就想象 你的所有的关节 跟你在使用劲道的时候 它是一个固定力 你整只手像木棒一样的 去使用你这只手臂 这个就称之为木形 当然这是非常简单的说法 那什么是火形 火形其实就跟火的晃动 跟火的那一股燃烧 还有爆破感很像 它是把这个木形的技巧 然后利用弹镜的技术 然后进而的调整变化 而产生出了一个具有爆发力 跟速度感 然后比较追求一个所谓的连击性 或者是高速反应用的一种形态 所以把它称之为火形技巧 那木形火形之后就是水形 那水形其实在节圈道里面 就算是一个最高深的技巧 那水形的寸进呢 它其实在原理上面呢 会从刚刚的放松速度停住 拿掉停住这个概念 进而的让它变成放松速度放松 水形的技巧强调的已经不是停住 这个距离被物体停止 或者是你的关节之间固定力所产生的瞬间渗透 而是让你怎么样将放松这个感觉更上一层楼 这个就是水形的技巧 那以一个数据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就是 如果今天你用的是木形寸进 你大概有可能被对方用各式各样的防御技巧 抵挡掉大概极限五成的一个破坏力 如果你打得好的话 但是如果你用水形寸进 对方就算要挡掉你两成的劲道 都是有困难的 那因为水形寸进它不仰赖速度 它不仰赖爆发 所以你的年纪就算有一天练到已经老太隆中了 这个寸进反而只会越来越强 而不会越来越弱 那寸进的量 当然有可能会因为你的肌肉减少老化 或者是怎么样 导致你输出的总量减少 可是我们除了所谓的破坏力 或者是所谓的表面伤害之外 其实寸进有一个很大的要去探讨的东西 叫做纯度 当你今天在学习木形正进的时候 你的纯度可能很单纯 五五就是五分力五分进 那当你开始一直练习一直成长 怎么样的时候 你可能会是六四进而到七三 最后到八二 那以木形寸进来讲 你能够练到八二已经是好棒棒了 这一点是算相当不错的一点 尤其是如果你能在搏击当中打出木形正进 又能够打到八二 原则上可以代表这个人 他在学习寸进 以及在搏击上面 已经到达了一个跟吃饭一样的状态 也就是他不会紧张 他不会有任何的负面负担 那木形 水形 火形 这三种形大概的轮廓就是这样 那再来四种镜分为弹镜 正镜 伤镜以及杀镜 我这边简单的说明 弹镜呢 就是一种弹跳性的技巧应用 它让你把你的肢体变得有点像是编织的使用方式 进而的产生一个高速的弹抽的一个动作以及效果 那弹镜本身 它不需要一个镜 真的要去将它归属 它可能称之为弹法 也就是一个弹手的使用方法 但是因为这样子太混淆 我们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讨论就好 所以当我们今天在使用弹镜练鞋的时候 它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弹 然后一个鞋条 然后以及一个配合 再来就是所谓的关节之间的配合度 因为当今天在练弹手的时候 很多人会容易去伤到手肘 所以这个就是节圈道的一些禁忌当中 这个也算大禁忌 但它并不是正式的列在禁忌项目类 就是去把你的关节伸直 也就是如果今天你把你的手肘伸直 或者是你的膝盖伸直 你会让自己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的追击 进而的呢 你也会像师傅讲的 欲请其之所学去面敌的这个逻辑 也就是你常常把自己在所谓的使用技巧当中 逼到极限 而没有替自己留一段退路或者是缓冲 这是一个错误 在习惯把你的关节伸直的时候 你在真正使用你打击技巧 或者是防御技巧的时候 极容易智伤 挥拳出去 伤到自己的手肘 或者是今天你一拳挥出去 对手顺势一拍 或是你一踢出去 刚好被人家封住膝盖 这都有可能造成自己的关节严重的伤害 这个真的要非常小心跟注意 虽然我们节圈道啊 基本啊 我们对于关节的要求的尺度啊 最多只能9分 平常大概维持在8分 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大家要记得 好那弹劲它就是一个像鞭子一样一个抽打的动作产生的一个技巧 以后让你融汇在你所有的技巧之中 进而的将某一些木形技巧转换为所谓的火星 好那再来 弹阵伤沙中的正径 也就是刚刚讲到的木形正径 正径呢 它其实是节圈道当中最入门的一个纯净的学习方式 以及一个手法 正径的逻辑这个径怎么发 很简单 在归属上面 以正径来讲呢 就是你攻击主体本身区块的重量 称之为正径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哦 这个正三刹 其实它在最单纯的分类上呢 就是你所使用的重量比例到达了多少 所以正径它是属于攻击主体本身的重量 也就是如果我以手臂来讲 我的整只手臂最多含到肩膀 因为它都属于手臂的范围 这个范围内的劲道释放 我们称之为正径 比如说一开始大家在学习米字形寸径 在学习全形寸径 在学习木形小臂 这一些寸径的基本练习技巧 都是属于正径的范围 所以大家可以区分吗 再来桑镜 桑镜就比较特别 桑镜它在重量的区分上 就是除了你的攻击主体以外 你加上了其他部分的配合 进而的接近 你的全身质量的50% 一大早讲课喉咙真的很伤 所以简单的讲 如果我以手臂出拳来算 我原来只有到我的肩膀 所带出来的质量 就是刚刚跟大家讲到的 节拳道的寸径的劲 跟力量的力 它们之间的不同点的那个牵球理论 你去增加这个牵球的质量 进而的去增加你的重量 那这个重量的来源 就是除了我的攻击主体以外 我还加上了我的上半身 腰以上 这个就是桑镜 原则上呢 大概练到紫黄级 就会学习到这个桑镜的技巧 那以我们的初级的 所谓的最高阶黑绿级 以及中级的最低阶红黄级 那红黄级在节拳道又称之所谓的 入门定时级 也就是 当你今天只要练到了红黄级 考到的图 原则上 你就是真正一个懂节拳道的人 你当然不是最强 你当然也不是最厉害 你也不是节拳道全盘了解 可是你已经完全掌握到节拳道的重点 进而的你不会犯错 你去学习任何其他的武术 任何事物 你都会因为红黄级累积下来的正确知识 进而的更容易 融会贯通别的武术 让它变成你的 或者是别的运动 或别的任何事物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举一反三 跟融会贯通的概念 所以一直以来 我都会跟很多人讲 节拳道其实它不是只是去 丰富你的武术技巧 它会丰富你的人生 它会让你变聪明 它会让你更懂的去融会你所学习到的东西 所以到达红黄的下一集 就是紫黄级的时候 就会正式去学习到商劲 可是商劲的这个range很大 也就是你除了我今天的攻击主体的重量之外 我还会再去加上我的半身啊 或者是腹部的核心配合啊 或是左肩的一个所谓的抵抗力啊 或者是一个杠杆技巧 不一定你到达全部都是上半身的重量 你才能称为商劲 而是你只要超过的攻击主体 就是逐渐的在累积 所以使用商劲的技巧 那这就是一个基本说明 再来 杀劲 这个是听起来就是很杀很厉害啦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 杀劲它接近一个是梦幻生计啊 一直到现在的我 我都没有办法去跟大家讲说 我可以做到我每一下都是杀劲 或者是杀劲我如何的运用之路 当然原因一 杀劲呢 跟商劲的差别就是 你要超过半身以上的这个重量 也就是除了上半身 你要把你的腿部 臀部这边的重量都带入 至少要带出全身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重量 你才能称之为是杀劲 我真的觉得是强伤劲 好 再来 你必须要带出你最高的爆发速度 也就是 你必须把你的动能也吹到极致 好 讲到这两点 可能有些朋友 可能就有一点感觉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怎么说呢 一 其实你一般能够练到正伤劲 也就是带出体重的百分之五十 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可怕的劲道了 以我的伤劲来讲 直轰头部把人筋骨整个打到断掉 直接打到严重脑震荡脑出血 用伤劲的状态之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如果你用杀劲真的打到一个人头 要把他的头打到飞掉 原则上也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这个重量比分那么大 你试想 假设我以一百公斤来计算 一百公斤的人 我以时速一百公里挥一拳 这一拳是用盾来做计算的 当然我们以数字上是这样子算 可是真正产生的这个质量 并不是这样子的 可是我们就是以数字来探讨它的可能性 我今天一只手如果挥出去 配合上我全身的重量怎么样 我如果能够带到十公斤 十公斤 你再加上时速一百 一百乘以十就是一千 那就是一顿 它的一个单位 这个破坏力会是一顿 一顿的东西撞击到一个人 那这个大家当然想一顿好惊悚 其实也没那么惊悚 一顿其实大概就是一台小汽车 大概以一个这个时速30到40去撞到你 这样子的感觉 30到40是没刹车的30到40 因为一般的小汽车车重是一顿多没有错啦 但是因为地心力摩擦力 然后四轮着地 然后各式各样的因素 那其实以一般一顿左右的小汽车来计算 大概时速30左右撞到你差不多啦 菜脯上线了 困到不够爽 现在我已经到南砍了 那你想一个人如果轰你一拳就像一台小汽车 用时速30不刹车撞到你 那就很惊悚了 你大概就一样是整个被炸飞嘛 所以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讲是 当你今天能够带路的重量越多 你的寸径越纯 你能够再配合上你的速度也就是动能 那其实真的是会产生一个非常强大的破坏力 那这当然以数字来说 好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就是 你要如何将你的重量 经过你的肢体跟关节释放出来 到达全身重量的百分之七八十 这个非常非常困难 第二 你要将你的极限速度催略 还要能够把刚刚的那一些所谓的质量带路 我们正常你可以知道一个逻辑 如果你的速度从0到100 从0开始是一个所谓的曲线 它是平曲线 随着你开始10 20 30 40 50的时候 你的曲线会开始向上走 可是当你到达了大约百分之六七十的时候 这个曲线就会开始往下 我们说70 80 90 100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代表你的重量的传递跟释放 我们重量跟传递的释放的一个物理逻辑就是 当你越接近极限 你就越难放松 这一点大家思考一下 我刚好再喝口水 当我今天呢 前方高架桥下 要去使用这种制造的时候 很明确就知道昨天这个帮我洗汽车那一桩的人 没有把我的这个镜子擦干净 甚至让人不爽 而且好像只有插我这边那边完全没插 太不爽了 你以后再也不去洗了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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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难 因为很重要我要说九次 所以我们要去理解一个点就是 当你今天在练习的时候 你能够将你的重量的传递提升上去 又要同时能够加速到超过百分之七八十 你都还能够去维持这一股放松 维持这一股渗透 是何其困难 那再来 这还不是其实这个整个时间当中最困难的点 其实在这边我要跟大家讲 最困难的点是什么 最困难的点是 你自己本身肉体 武器 关节 你是否能够用超级正确的方式去固定 前面讲到 你需要全方位的速度 你需要全方位的重量 接下来 你还要保护自己关节 柱子之类的安全性 那就代表 你又要固定 也就是所谓的又要用力 又不能用力 这个有何其困难 你在平常练习的时候 随随便便打一发寸进 揮一拳 踢一脚 你可能只是用你的百分之五十 去做这个动作 那当然OK啊 你的关节 什么你都还能承受 可是当你今天把百分之五十的速度提升到百分之九十 当把你的重量提升到百分之九十 它对你的关节肌肉各方面的负担 就不会只是单纯的从百分之五十再增加百分之四十 而是成倍的成长 因为速度越快 你产生的反馈就会越大 这是很简单很简单的物理数据 所以你就又不能用力 又得要固定好 然后呢 你又要配合上全身的重量 又要吃最快的速度 才能够打得出你的沙徑 那大家就会知道 沙徑有多么难 以及多不敢去练习 就依我来讲 我当然知道沙徑怎么打啊 我也会打啊 可是我曾经啊 在有一次练习沙徑的时候 脑袋没有想清楚 我让我一个学生 拿着大把 然后进而的让我练习直拳的这个沙徑 结果导致什么结果 就我那时候没有想清楚的一点就是 他的重量 远高过于我的出拳的重量 那让你讲 館长你100公斤欸 你的学生超过100公斤吗 我其实 我还是强调 数据是这样 但实际上你不能这样算 不要多 对方70公斤 多100公斤 我真的利用沙徑的技巧去打 除非我打到像师傅这种 传奇一般的技术之外 我能够打得出70公斤 就已经很屌了 那再来 我到底打出来多少不知道 可是我只知道 当时我打出的这一拳 因为我的手腕的关节 没有固定在完全精确 导致手腕承受了过多的力量 而折到了 那那一拳我也不要讲说 我用了100% 我大概 7-80%跑不掉 所以我的手腕 因为一丝丝的偏差 就折到了 但还好 因为我放松的够快 我没有让我的手腕整个被折断 而是拉伤 从那一次之后 我就很畏惧的继续练习 撒劲 所以后来我改了一个方式就是 慢慢的去增加 这个所谓的把的重量 从10公斤 20公斤 30公斤 慢慢去增加 而不是直接找一个70公斤的人 来当做目标 因为你在打到一定的重量的时候 就算你的手腕 没有做好完全的控制 这个把他还是会飞走 进而的他会吸收掉一些缓虫 你也可能只是晃了一下 而不是整个啪痴这样捅到底 这个真的大家要小心 不是开玩笑 尤其现在年纪一大把了 伤很难好 所以这个在这边真的跟大家分享 所以杀劲 原则上来讲 我也坦白说 这么多练铁圈道的学生 或是怎么样 能够练到桑镜的已经微乎其微了 在我整个教学的生涯当中 我们不要讲说怎么样 我就拿1000人来计算 能够练到 蓝绿级的学生 大概 也大概在五成不到 能够练到黑绿级的学生 三成不到 能够练到红黄级的学生 一成都不到 能够练到紫黄级的学生 但原则上现在 大概 真的连半成都没有 可能连 大概百分之一吧 所以我整个在 台北 教学的这个经验是 呃 当然 有些人从以前 就会去质疑说 我的教学 是不是难度过高 我的要求太多 或者是怎么样的 可是其实我都会去 告诉别人 你今天去学一门技术 尤其是文书 你难道不希望你获得的训练 是最好的 最严格的 最 呃 苛刻的 去要求你达到一个水准吗 那我也必须要在那边坦白 从我19岁开始开道馆到现在 我其实对于学生的要求是 一日比一日要低 低到 我甚至一度去质疑 我这样对不对的习学生 哦 因为以往我的严格 或者是以前年轻时候的 红线部分都不成熟 给了学生了很多的压力 这点我坦白 可是那个时候我教出来的学生 每一个都是很能打的 每一个都是对杰纯道了解很透彻 每一个都是很懂得去要求自我 而且并且在日后 他们学习任何事物啊 都非常的得心应手 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 练习的人越来越放松 越来越对自我要求降低 越来越怎么样 导致这些人的水准越来越差 甚至他们考到的黑绿级 他们经过了一段的时间 没有练习或怎么样 就很多东西都忘了 都流失了 这个在以前是不会发生的 以前我黑绿级的学生 是屌打其他道馆的学生 我只截圈道 我不去牵扯别的门牌 对 就我的黑绿级 要把你们的紫黄什么 发料都不是什么问题 而且我只需要 九个月到十二个月的时间 我就能够把学生训练到这种程度 出去比赛也都是赢 在路上更加被人家找麻烦也都没在怕 这就是我训练出来的学生拥有的能力 更不要讲我训练出来的红黄级 可是随着这样子一路这样子改变了之后 这个要求变低了嘛 门槛变低了嘛 进而的 你的实力就会下降 所以到了现在 因为接下来的新计划 我决定要重新把我对于学生的要求 去做分类 你想要真的变强 你想要真的获得最好教学的 我就是用所谓的这个 我们所谓的学员 屠敌班的方式去训练 但是你觉得我今天 只是想要运运动强强生 黑皮一下 那你就是学生班 这样子我觉得就可以分得比较清楚 那我可能教起来会比较爽快一点 因为讲真的 我不是那种会赔笑卖笑的人 会认为好就是好啊 不够好就是不够好 好还可以更好 当然有些人需要激励 有一些人是不需要的 我就觉得这个可以去做个区分 好 所以大家这样就知道了嘛 木型 火型 水型 弹正 桑 这个最基本的三种型 四种性 它是怎么样的逻辑 那因为我快到了 感觉上呢 1到9度角比较不好讲 但是时间上还有一点宽裕 我快速的讲完1到9度角 结圈道在角度上的分配啊 我们称为1到9度角 那1到9度角 它的基本概念就是 前面是1 后面是9 左右两边是5度 那进而的前后45度 称之为3 后面的45度 我们称之为7 那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 1到9度角的这个方向型 因为 你必须让学生很明确的知道 我要面朝什么方向 我的姿势朝什么方向 敌人在什么方向 我的上半身朝向什么方向 下半身朝向什么方向 当你今天把你每一个关节 每一个部位 都去区分 作为独立的角度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很精确的仪器 那那个时候我会跟学生讲说 好你想一个雷达去抓目标 比较精确还是10个 但逻辑上不考虑冲突的状态下 一定是10个 那当你今天能够把你自己 作为更细微划分的时候 你会更懂得如何的去控制 你自己的身体 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点 所以我们面向一度角的时候 那我们的肢体就是一个这样的姿势 所以我讲说面向三度角的时候 就是它必须转身到45度 面向正前方 这个就是称之为面向三度角 那敌人在你的几度角 你的手要怎么样摆 然后你的手抬的高低 你脚尖朝的方向 揭曲到非常非常的细 只要有练过的 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会从你的手指 到你的手背 到你的手腕 到你的站姿 到你的重心 到你两只脚朝向的方向 甚至你两只膝盖朝向的方向 以及你手肘的角度 都会去进行调整 这个东西只有 当你学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在某种情况下 你才会发现 哇塞这个真的太重要 例如有一次 学生他们在练习搏击的时候 那因为一个学生 他没有注意到 对方还没有准备好 就出手了 而且这个距离是会打中 那那个学生 他因为他把攻防姿势3 已经生计在心了 所以他的后手就放在脸前面 所以那一拳打过来的时候 他完全没有注意到 可是手因为在这 啪很自然的 去接了这一拳 所以导致他的鼻子 没有被打中 如果那拳打中鼻梁 应该当场就断了 那我们在学习很多的武术 对于所谓的应有位置 应该要有的位置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的手有没有放在路线上 对手 因为你的人的四肢 就是长在你的肩膀上 你的肩膀到达对方的脸部的时候 你的直拳跟勾拳 无论如何 他都会经过一些路线 这个就是截拳到截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精髓 你只要知道路线 你不用去找对方的目标 而是你自然而然的 你就可以拦截掉那条路线 因为你的手放到你的 他的手跟你的脸 之间的任何一个位置 你都能够拦截到这个动作 所以你可以用慢打快 是因为你知道反正对手 不管怎么打 都是朝你打 所以他的两个肩膀 一直到他两个骨盆 这个所谓的八个标定点当中的四大标定点 就是永远不会脱离掉肢体的部分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拦截动作 不管是你的手或者是脚 放在这两条线的必经之路上 他就能够挡掉70%到80%的动作 就算他换了一个路线或变化的方法 你不要忘了 他最终的目的地还是你的身体 所以你可以很自然的去找到他的动线跟位置 所以一到九度角就是要让你们去能够记住 就跟我们的东南西北一样 或者是我们在一个建筑物一个地标 你会去分辨这个地标的右边是什么 左边是什么 你要有个标准 你就能够去测量你当下的位置跟角度 所以一到九度角我们是要求学生要做到百分之一百的精确 你的手抬起来三度就是三度 脚抬起来三度就是三度 左手是四度就是四度 要你占面朝三度就是面朝三度 因为当你占的角度不对的时候 例如你三度占到四度 你的后手就会离你的脸远个大概五公分左右 那当他要进行防守或攻击的时候 他会需要延展五公分 那就代表你可能挡不到 但他千万不要忘了 挡住这件事情或者是闪过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他的一个所谓的值叫做一公分 一公分就能决定你是被打中还是没被打中 被打死还是不被打死就是一公分 就像你看职业拳击手在比赛啊或怎么样 下巴你只要被削到一公分就脑震荡就倒地 一公分就可以决定你的胜败跟生死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一公分 所以你的一到九度角同时就是在训练你日后一个精确性非常重要的依据 怎么站怎么样面敌你的身体到底在三的时候摆三 四的时候摆四五的时候摆七 或者是今天你重心在前面的时候你的上半身该是什么姿势 下半身该是什么姿势 然后敌人在几度角的时候你怎么面敌 再来他有个很重要的一点刚就提到是雷达 你能够把一到九度角掌握精确 你才能够做多人搏站 多人搏站 讲白的叫做一个打很多个 你今天要知道的点就是 你对于一到九度角的掌握不好 你对于一到九度角的掌握不精确 你永远不可能能够一对多人 原理很简单 人是会动的 人与人之间是有距离的 是需要调整的 然后它是当你现在打一个人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可能会往什么方向移动 这个很重要 你怎么样去利用你的余光 你怎么样去利用你的角度 你怎么样去利用你各式各样的环境 包含你今天到达一个环境的时候 桌子椅子什么东西在哪里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一个很精确的雷达 让你能够去记住这些东西的位置 你是根本没有办法在现实的环境当中去进行搏站 举一个例子 因为时间差不多的简单的例子 当今天你在一个POP 跟人家发生冲突的时候 有桌子有椅子有杯子有人群 然后甚至地上可能有阶梯 你如果没有一个很精确的方向感跟方向性的时候 你可能在打的过程当中 自己后退一步 啪咔哇 被椅子绊倒 然后就摔倒 接下来你就面临的一阵老拳刺后 拳打脚踢 因为你倒地了 那你也不要跟我讲说 你倒地还可以这样那样 当然你有机会站起来 但如果是我 我不会给你机会站起来 那你倒地 就因为你没有精确的这个角度 那也因为你没有一到九度角 这个我们在解全道称之为基本技术的东西 你倒地更不要提 你有办法在倒地的状态下去攻击 因为你站着的时候 你对于360度的反应 就算50分好不好 你倒地之后可能连10分都没有 因为你倒地了之后你只能这样趴着 对于正后方什么情形 是一点知道的可能性都没有 因为你的脖子啊角度这些的反应都不是很好 那再来你面朝的又是整个这样上面的这个环境 所以你更看不清楚其他角度的东西 跟站折是完全不同的 那不知道有多少人有真的去练习过被多人围殴的感觉 那这一点其实很重要 当然我们不支持多人打一个人 但是我们还是会让学生去体验 你今天两个人三个人去攻击一个人的时候 他是什么感觉 那你以一般的这个人来说 就是三个人上去欧嘛 这一种情形其实我告诉你 这个不加分反扣分啊 其实对于我来讲 对手一个跟对手两个跟对手三个 对我来讲人数大概在五六个以内 都是很好对付的数字 因为这些人他们没有练过怎么围殴一个人 所以会乱 他们的距离啊阵型啊 包含冲上来的这个人会有什么反应 他们能够用的动作跟姿势都很好判别 可是如果你是对上 比如说三个 真的有练过散打也好 武术也好 或什么样也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 那就另外一回事 纵然他们没有练过怎么围殴 可是如果你找三个人有练过怎么围殴的 也就是常常围殴 围殴到已经出师的这种人 就很难打 纵然他们三个人都很弱 可是很难打 这个就是我讲的 你在做一个所谓的科学化的练习 你在做一个所谓的截拳道的练习 你到底能够给学生什么眼界 你到底能够给学生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 你给学生的只是逻辑吗 只是理论吗 只是打沙包打打 还是在道馆里面就是觉得自己很厉害 还是你真的能够给他一个所谓的看权方位的视野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你今天在什么样的服装 什么样的状态 你在面临到什么样的敌人 敌人的人数有多少 这些东西都是你这个所谓的人世间走动 你都有可能会遇到的事情 你不会永远都遇到我跟你one by one 哇大家都热身准备好 然后我都穿着这个运动裤就开扁 你穿着皮鞋 你穿着西装 然后在这个钱贵的这个很滑的地面上 要跟人家打了之后 就傻傻的第一个哇就要出腿 那就恭喜你 你可能就喷直接倒 又是一阵脑泉刺后 这个就是人生嘛 所以我们今天在什么样的状态 什么样的环境 你应该要怎么样用 包含你喝醉 身体不舒服 哪里受伤 你都要有能够去应对特殊情况的技术 当然该休息好好休息 可是有的时候确实如果你受了个伤 能够利用受伤的这个机会 来做一些特殊的练习 其实也是很棒的 那这个一到九度角啊 或是怎么样 我大概就先讲到这边 那大家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有些什么样的疑问 也欢迎在这里留言 或是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记得也去订阅一下 因为这样才能及时接收到 那原则上呢 我们节宣到红绿集的第一堂讲解基础课程 应该差不多要讲完了 剩下的什么妖马合一跟分离的重要性那些 原则上我在上次示范动作都有提到 那再来就是看看还有没有车上的小分享时间 然后再来就是我会在过年期间 尽量找一些时间 再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这一个红绿集的 所谓的动作练习 让大家可以多练习一点 那还没有看过这个 关于高低交换拍跟妖马合一 妖马分离的朋友请务必去看 那再来我在那边很强调 以及这一个我在训练动作来讲 我都会建议大家要尽量的把它全部看完 我当然中间可能会有一些跳蹄啊什么的 可是大家知道的是 这个模式是最接近真的来跟我面对面上课的模式 虽然你不会被我指导到动作 可是你会知道我在跟你讲一些东西的时候 进而的去研发一些其他的话题 有的时候头中尾都会有不一定的话题产生 那如果大家不想要遗漏 我真的能够想要吸收到一些节群舞馆的精髓 我会希望大家真的把握时间 把这些东西都看看完 进而的去吸收 那进而的累积一些兴趣 那在北部的朋友很欢迎大家 可以来我们这边上课 在过完年之后呢 我可能会想要重新去制定 一个假日的时间 然后让大家可以来上个 至少一个礼拜来个一天 做一个节圈道这样的学习 虽然一个礼拜上一天 没有办法让你变成节圈道的高手 可是至少可以让你接触到 一个可以改变你生命的武术 因为其实节圈道真的不是只是一个打 一个格斗 节圈道其实有很多的智慧 能够去改变你的人生 一方面改变你的个性 让你更有安全感 进而的让你能够有一个目标 会让你去做 这个其实跟信仰 其实有雷同的关系 只是这个东西 它可以给你的很多 在现实世界上的一些帮助 一些调整 一些成长 好 那我就讲到这边 那蔡柏 那刚刚我有赖过你 那麻烦再看一下 那好好整理一下资料 记得就是有收集到一些资料 怎么样养成习惯 互相的回报一下 我们才会知道彼此的进度 这个我已经提醒你非常多次了 继续提醒你 因为我比较习惯这样子的模式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其实就一样 这就是一个教学的习惯 跟我们在做一些工作的习惯 我们很习惯的是 这个动作懂不懂 了不了解 OK 好 接下来回去练习 你练的有什么样的回应跟感想 遇到什么问题 回报 那我进而的再来协助 其实我觉得就是要这样 大家就知道 互动 互助 沟通 那跟成长 他有很多很重要的关键 就像前几天我跟几个老总 就是有钱人在聊天 他们就发现一点就是 当我今天讲到什么 我会马上去做 比如说我讲了 那我们大概约一下 我马上就拿line起来传给他 我说我传给你了 那你就记得这个东西 他们其实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 一个成功人事必备的关键 叫做现在马上做 他们没有等一下 他们没有接下来 因为你等一下可能会忘记 你等一下可能会错过时机 你等一下你可能会忽略掉 等一下这个东西是一种诟病 因为等一下通常都是一种 怠惰的一个所谓的惰性 所以其实尽量让自己做到 就是说马上 现在 即刻 然后 如果这是一个时间点 就要去设一个时钟啊 怎么样去提醒自己 因为其实讲真的 事情真的太多 我发现最近越来越健忘 是健忘还是太忙 我没办法分辨 可是就是会 会落掉一些东西 我很不喜欢自己忘记事情 因为我会觉得自己很没用 对 所以 这个是我个人的营运模式 然后在那边跟大家分享 那菜脖也要开始 好好地开始做一些运动 然后 深蹲啊 练一下手臂 朋友跟你讲 菜脖啊 你应该是不能跳绳的 但是基本哦 你准备个哑铃 或者是准备个转转 准备个握力器 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你每一天 我现在对你提出的要求 这不是建议 是要求 我希望你每一天 每隔两小时 我们先不要讲说 每一小时 你每隔两小时 设一个闹钟 无论如何 只要闹钟一响 你就拿一样可以帮助你运动的器材 或者是设备 或者是一个东西起来 你让这件事情 连续的做两分钟 比如说握力器 你就连续握两分钟 雅琳 你就连续做两分钟 你深蹲你就连续蹲两分钟 就好了 每两小时 给它两分钟 就能够改变你的生活 接下来一个月之后 就是每一小时 你做两分钟 这样子 你的身体状态 就会慢慢调整 在你还没有办法完全接受 正常的训练之前 可以先用这样的方式去热身 去提高你的基本能力值 那接下来到了有机会的时候 比如说来台北的时候 或怎么样的时候 你就不会去错过 就不要像某人一样 就去错过 明明就是身体都很好啊 条件什么都很好 就是要去浪费自己的时间 所以来台北的时候复健 不如现在就是开始复健 等到你来的时候 你其实是OK的 那你就可以直接成长跟学习 而不是先回到水平点 我们尽量去把握这些点 好那今天就这样了 我要下课了 拜拜